靠谱讲书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马家辉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学创作 文学评论 在这里我会分享一系列经典文学作品 和大家一一来解读 希望大家喜欢 请多多分享 我们今天要讲一本 我非常爱 可以说是最爱吗 我觉得我不会反对 我的最爱的经典书 就是张爱宁的半生园 这个书让我想起 我有一些文青朋友 他们很好玩 他们一群文青朋友聚会 他们要不要让新的朋友加入呢 他们要给他考试 他们就会问一位想加入的朋友 半生园里面 最著名的名句是什么 你讲得出来他们才接受你 这句话就是好多朋友都知道了 我给你一秒钟想一下吧 想到了吧 没错 就是世君我们回不去了 在书里面把那个女主 就是慢增 姓顾 也很有顾虑的顾 那顾慢增 把他的性格完全刻画得非常有血有肉 里面呢 然后你读这个书 你会觉得慢增 世界上真的有这个人 而且他的性格非常鲜明 就在那里 对比呢 他本来跟他相爱的男朋友 后来没办法在一起 姓神 神是君 世界的事 就刚好相反 当然也是有血有肉 可是性格相反 怎么相反呢 慢增 就是非常坚强的 非常有还强的意志 坚强的信念 还有不服气 对于命运啊 给他很多折腾 可是他反抗 他把让自己 从那个折腾里面解脱开来 那世君呢 明明有些机会 他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可是他的犹疑不决 他总是对别人不信任 对关系不信任 甚至对自己感觉不信任 就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那最后就有回不去这种结局 这个顾慢增啊 是一个小家庭的女儿嘛 那家庭环境也没有很好 父亲去世了 那一家几口兄弟姐妹母亲呢 靠谁来养呢 靠他姐姐 他姐姐等于是牺牲了 如何牺牲呢 要赚钱啊 出来当舞女交际花 而且在不同的地方来做 有不同的阶段 每况月下 那慢增也很上进 读书 毕业之后呢 出来一个工厂 当文员 上班 就在拉边 认识了他的同事 姓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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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就真的相爱了 也谈起恋爱来 很好啊 对吧 本来很匹配啊 可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 一方面 曼征啊 他姐姐啊 交了个男朋友 而且又结婚了 叫姓族啊 族服的族 族红柴 这个红柴呢 哎呀 就看上了曼征啊 看上了老婆的妹妹 等于是小姨子啊 心怀不轨 那这个呃 他曼征的姐姐啊 曼征啊 心里就用那个 那个年代的老方法嘛 觉得嗯 我老公很花心 我就在家里 另外找个人 把他的心揉下来 结果呢 就居然就配合他老公的心怀不轨 就卸了一个陷阱啊 就让这个红柴啊 姐夫啊 欺负了这个小姨子啊 曼征 而且还怀孕了 这种非常不幸的遭遇啊 曼征被欺负了 怀孕了怎么办 哎 他生小孩的时候 在医院 逃了出来了啊 有一对夫妻帮了他 他逃了出来了啊 很厉害的曼征啊 真是还强的意志 还强的生命力啊 然后呢自己上进 自己找工作 自己养活自己 可是 后来他知道 他姐姐生病去世了 他看到那个小孩啊 自己的儿子啊 被那个可恶的姐夫啊 呃养人嘛 可是就被别人欺负 他心里不忍 他觉得说 好像我必须照顾我的小孩 那为了照顾小孩 他居然 也是牺牲了 嫁给这个红柴 嫁给原先欺负他 让他怀孕的姐夫 可是后来 嫁了之后 相处也很不好 他也你看 他没有任命哦 这个曼征啊厉害 值得佩服 他没有任命啊 他嫁了红柴 他觉得还是不对 他承认我错了 郑爱玲说 曼征承认我错了 做了错误的决定 怎么办呢 补救了 难道你就坐下来哭吗 然后他就离婚了 带着孩子 自己去养活孩子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世君啊 世君的家在南京 然后他家 他父亲是有钱的 去做生意的 要生病 这个世君回去南京 他父亲也有姨太太 反正要处理他父亲那边的 生意财务 也想着哎呀 虽然很喜欢曼征 想跟他结婚 可是呢 又觉得担心家累 所以还要先回去 管理父亲的生意 先赚点钱嘛 可是后来他从南京回去上海找 曼征找不到 而且还被曼征那个可恶的姐姐 曼征来欺骗 曼征告诉他哎呀 曼征啊 嫁给别的男人啊 你别想啊 死了心吧 所以世君啊 这里就来了 没有信任 没有信心 他真的以为曼征就移情别恋了 不辞而别了 不辞而嫁了 所以他也很生气就走了 而且他一气之下呢 娶了他一个嫂嫂的那边的表妹 唐妹 叫翠姿 那娶了 其实大家都不喜欢对方的 他们结了婚了 洞房那一天呢 翠姿 对着世君说 怎么办 其实你不喜欢我 我也没有很喜欢你 那江海宁说 两个人就好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 这个比喻非常有趣 也非常悲哀 那这个翠姿 不喜欢世君 他喜欢谁呢 喜欢原先说的许先生 许先生也喜欢他 可是不敢追他 因为家庭背景嘛 翠姿家里比较有钱的 那后来许先生出国去读书 也结婚也离婚了 那回国之后呢 到最后故事的发展下来呢 那最后这个许先生啊 也重遇了翠姿跟世君 三个人你看 翠姿对那个许先生还有感情的 许先生对翠姿也还有感情的 那我们读完整个故事 一遍两遍N遍之后呢 你觉得说真的性格啊 有一句老话 老生常谈可是是对的 性格几乎决定了命运 那你难免陷入这种很惆怅 很障往的那个 很惆怅很哀伤的情绪里面 我觉得江爱玲啊 因为很多小说里面都谈到 女性跟爱情的关系啊 不同的她们的面对的态度啊 不容易说欸 她们都怎么样啊 可是我感觉有一个共同点 假如真的要说都怎么样的话 都有很强大的生命力 她们可能是有钱人的太太 姨太太可能是女工 打零工的很不幸的 甚至交计花什么 她们都在当时那个比较不公道 不厚道的环境里面 受到很多的困难挑战 可是她们总是找寻自己的方法 而且非常敏锐 而且很好玩 江爱玲很多京剧嘛 你觉得那些京剧呢 几乎有个共同的调子 就是自我开解 虽然怎么怎么样 可是怎么怎么样 虽然怎么苦 玉子总要活下去 大概是这样 好像用文学技巧来说 那是餐吃对照 在生活态度里面就是 你必须要面对承认生命 就是无法时时刻刻的快乐幸福 我们要承认生命的悲心着急 那你就像半生源里面说到的那句话 你活着了 就要一天一天的想办法的活下去 可能是障碍您笔下女性的基调吧 反而他笔下很多男性都摆烂 也是活着 可是活得没有那么有生命力 活得比较来颇败 颓堂 我觉得从女性的角度来看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 你应该会感觉蛮高兴的 蛮值得自豪 蛮值得骄傲的 所以读张爱玲很多小说里面的人物 我都有一个感想 很懊恼自己不是女人 不能成为女人 那我真的很感动 很震动于张爱玲笔下女性的 环墙的生命力 我作为张爱玲的粉丝 有一个很不幸的地方 就是我的情敌太多了 因为我爱张爱玲 不只我爱张爱玲 很多男男女女读者研究者 都爱张爱玲 那假如你问为什么呢 我会这样回答 我不用说了 因为我说不出来 你自己看吧 当你打开一页的张爱玲作品 不管是小说还是闪文 假如你对文字稍有敏锐的 你对生命稍有敏感的 我不相信你不喜欢 我不相信你不爱 我是马嘉惠 假如你觉得这本书不错 请点击右上角 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 我在靠谱讲书 和你一起读书成长